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在彰化的永靖乡 这里有个很特别的摊子 卖的是爱心造型的甜点 老板自己打造了一座爱心烤炉 烤出市面上独一无二的love烧 外形比鸡蛋糕大上了两倍 所以里头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放丰富的配料 像这款起丝三重奏 用了三种的起丝 口味香醇浓郁 一口咬下去还会爆浆哦 另外这款鱼制抹茶红豆 在抹茶的面皮里头 包入了红豆还有抹茶卡士达 饱满的双线令人爱不适口 我们开发出爱心型 那简单来说就是乐福嘛 那乐福就是说我们希望 来这边的客人吃到 都会觉得可以感到幸福又快乐 全台唯一的爱心型烤点乐福烧 就隐身在彰化有镜香 刚烤好热腾腾的 让客人就像收到一颗温热的爱心 甜在嘴里暖在心里 很可爱啊 小朋友更喜欢啊 因为我觉得它用料还蛮实在的 然后小朋友也爱吃 然后料又不会说太甜 那我自己本身其实大了 有些买回去之后大了也爱吃 乐福烧里藏着的心意 还有老板宋伯伟和太太陈怡芳 对食材用料的坚持 因为夫妻俩是用给自己孩子们 吃的态度来烤出每个乐福烧 我老婆坐月子的时候 我就是我在带我的大儿子 那我带我大儿子 他那时候很喜欢吃鸡蛋糕 我几乎每天都买鸡蛋糕给他吃 不过我当时也想说 不知道外面用的原料是什么 所以给他吃的时候 心里面有一点点担心啊 也是因为小孩的关系 所以我们想说自己做给他吃 会比较安心 夫妻俩也在两年前创业 从面糊就开始讲究 每天早上宋伯伟 特别去隔壁村的农场 拿新鲜的温蛋 直接第一手从鸡农那边 拿到的鸡蛋 那为什么我们使用 第一手的鸡蛋不跟蛋伤 或者是外面贩售的鸡蛋伤 直接去购买的原因是说 我们希望品质上有所保证 用第一手鸡蛋来做面糊 再用量上也毫不手软 我们大概一桶的面糊的话 就是鸡蛋大概占三分之二 对 所以就是完全是靠鸡蛋去打发 就是成本比较高啊 可是就是在吃起来上面就是 你比较吃得到鸡蛋的味道 然后小朋友吃也比较 就是比较安心这样子 依序加入面粉鲜奶 坚持不用玉拌粉 用天然原料来成就面糊 而乐福烧的烤炉是学过机械的宋伯伟 自己打造的 空间比鸡蛋糕大上两倍 就一口气放入起司块 没炸瑞拉起司和切达起司 来个起司三重奏 一般传统的鸡蛋糕 就是用两个模子合在一起 那它去烘烤完成 那我的烤模就是 它是两边各自放料 那让它各自熟成 让蛋糕体蓬松出来之后 我再把它做一个结合 吃起来的口感的感觉就是 它外表是酥脆 里面是松软的 起司三重奏 喷香出炉 金黄色的香脆面皮 能看到起司块 松软内里则有 墨炸瑞拉起司和切达起司 吃得到真材实料 而三种口感相辅相成 不但会爆浆坎稀 还有咸香浓郁的滋味 看起来就是还蛮有爱心那种 就很温馨的那种感觉 因为它加了三重起司 所以吃起来咸甜咸甜的 觉得很特别 还蛮松软的 所以吃起来口感还都还蛮好吃的 抹茶口味的面糊 陈宜芳涂计成本 用日本宇治抹茶粉 我们用的是 日本京都宇治那个地方的抹茶粉 比较便宜的抹茶 可能一公斤几百块都有 我们用的大概是 我们用的是上千块的抹茶 抹茶面糊倒入烤模 再放入万丹红豆 以及自己煮的抹茶卡士达 烤出漂亮美味的抹茶红豆口味 面皮有着淡淡的香甜 里头是红豆馅和抹茶馅 饱满双馅 份量扎实 味道香浓不腻 让人一口接一口 里面的抹茶味很重 它很绵密 里面都是料 一开始吃的时候 会先吃到红豆 然后吃到最后的时候 会吃到抹茶 然后它的抹茶不会太苦 然后红豆也不会太甜 每天都在烤炉前忙碌 夫妻俩笑称简直练就了铁砂掌 烫伤也成了家常便饭 我的话会烫伤 是手碗的部分 对 都会烫伤 几乎每天都会烫伤 做久了之后 你会发觉你的手越来越耐热 就是可能一般觉得你很热 可是我现在就是可以多忍个十秒钟 而夫妻俩不爱一成不变 总会一起研发新口味 像是把自己熬煮的珍珠 裹上一层黑糖浆后更浓郁 再和牛奶卡士达一起包进love烧里 波波珍珠牛奶口味 松软的内里多了一抹痰嫩 口感丰富甜而不腻 觉得跟一般市面上看到圆形的不太一样 觉得很新奇很酷 它珍珠自然很Q很好吃 然后牛奶也不会太甜 刚刚好的口感 吃起来很清爽 这里也有卖小巧的爱心烧 包入Q甜的香蕉块 现切现烤才新鲜 客人点的话我们才切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要防止它会氧化 对 然后用最快速的方式 把它包到鸡蛋糕里面 饱满的翠绿小爱心 散发抹茶香气 里头是烘烤后香软棉花的香蕉块 让人爱不适口 开业两年多 夫妻俩原本在园林开店 生意正好时毅然决然搬回永静 除了想就近照顾长辈 他们也希望这一抹疗愈的好滋味 来到慢活的乡间后 能温暖更多人的心田